大年初二晚上八点 香港维多利亚港将发射 两万三千八百八十八枚烟火 其中第二幕零喉现碎 会出现一张笑嘻嘻的喉脸 祝大家喉年行大运 喉运当头 但这烟火的设计图一公布 马上有香港网友批评浪费烧钱 还说为什么大家这么恨猴子 但香港的猴子 和台北灯节的主灯葫芦猴比一比 谁比较好看呢 台北的葫芦造型挂着一个猴头 引来不少批评 但被嫌弃的程度 远不如大陆央视春晚的吉祥物康康 尤其是康康的3D版 下巴两旁的球形体被说成肉流 红黄绿的颜色被说成像红绿灯 让网友直呼不想属猴了 搭配猴年话题 各大国际品牌 纷纷推出猴年限量版的饰品 各个品牌的钟表业者 也推出不同设计的猴子手表 来取悦大陆消费者 但有些视频被网友批评 实在丑到犯规 只能说为了抢工猴年商机 国际大品牌设计师也是绞尽脑汁 记者代率综合报道